翻譯 那麼 根據這個最近的這個報導 那麼在今年的這個這個Time 特別來介紹說 生產養殖的重要性 以及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呢 做了一個專題報導 那麼他把全世界主要的養殖魚種 那麼做了一個比較 那麼養的最多 產量最多的是鯉魚 這主要在中國 一年大概三百萬公噸 吃多的是吳郭魚 那麼這個吳郭魚的產量呢 他是兩百三十萬公噸 那麼可以他特別著名的 他是草食性 而且耐性很高的魚種 這是台灣我覺得我們要感謝我們的這個 吳姓跟郭姓這兩位呢 台籍日本 他這個選對台灣的這個特色呢 可以到現在可以發展 理由是我曾經做過這個各種魚類 肉食性的 草食性的 雜食性的魚類 比如說鯉魚是雜食性的 吳郭魚是藻食性 他可以吃藻類 草魚是吃草 那麼蓮魚他也是雜食性 那也有肉食性的像這個鱸魚啦 或是鰻魚啦 肉食性的 當我把他的這個腸胃道 跟他體長去比的時候呢 鰻魚的腸胃道的長度只有他體長的百分之七十 也就是說呢 他吃的是 他吃肉啊 所以消化很快啊 就要排出去 吳郭魚是最長 他的腸胃道的長度是他體長的六倍 所以呢 他可以吃藻類 那藻類這個是一個很難消化的 這個食物來源 所以呢 他們在飼養上面呢 你吃到飼料以外呢 水體裡面有藻類 他也是他食物來源 所以你可以維持一個生態平衡之外呢 你可以減低很多成本 OK 那貴的是這個鮭魚 這是從挪威發展出來一百四十萬公噸 那麼蝦類這個也相當多 一百二十萬公噸等等 所以這些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些是一直在增加 當然貝列因為臉殼啊 那重量非常重 所以有一千兩百萬公噸 那麼現在的養殖呢 因為現代化以後 有這個相往養殖 比如養鮭魚 但是養鮭魚它排泄物啊 飼料沒有吃掉都存在這個網底啊 那就微生物這個會雜菌生啊 破壞生態啊 產生疾病啊等等 所以呢 他們就有這樣的 綜合養殖物 其實它是綜合養殖 台灣早就在講了 農牧 農魚牧綜合養殖 但是那個是比較粗放的 現在是他們認為 這是出來的各種營養殖物呢 可以透過藻類 來給它這個吸收 跟這個代謝 同時呢 藻類呢 可以旁邊呢 可以養一些貝類 或是蝦類呢 那麼可以來應用這些藻類 或是這些小生物呢 蜘蛛生物 讓他們來生長 所以這樣子一個 整體的概念呢 讓他們可以養的魚 可以健康以外呢 對環境的破壞呢 可以減少到最低 這樣子的海洋的 科技的發展呢 才能夠永續發展 是站在永續發展 環境可以平衡的狀態之下 發展新的 叫做開放式 集約的 相亡養殖系統 這個是我們值得 來參考這樣的一個趨勢呢 正在發展 好 curator 給我們 喔 對 謝謝 好 我 謝謝 小燈 小燈